整個歐洲,包括英國,對台灣的重視 事實上有蠻顯著的提升 這樣的一個時機也是應該好好把握 怎麼樣來提升英國以及英國大眾對台灣的了解 整體而言應該要有一個戰略溝通的一個很大的目標 我們已經有年度的經貿諮商 在年度的經貿諮商之下呢 也成立了很多新的對話 在ETP我們也簽了一個新的協定 還有CPTPP怎麼樣去爭取英國的支持 經濟安全也很重要 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怎麼樣去再談經濟安全的同時呢 把科技跟教育一起結合起來 俄乌戰爭發生之後 他們也還有這個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 他們也重視威權主義的擴張 對民主的侵蝕 所以他們會重視台灣的安全 當然很大的部分 台灣的安全跟英國自己的本身的繁榮 跟發展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們提高了這些重視 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供應鏈 確保公英安全的夥伴 第二個就是台灣是這個 在對抗威權主義的脅迫 包括經濟脅迫之下 還能夠成功的捍衛民主價值的一個典範 再來就是台海的安全跟繁榮 攸關全球的安全跟繁榮 包括英國的安全和繁榮